板橋中正路橋去年底拆除新北市養工處 PO上縮時攝影權記錄 選在最不影響車輛同行的半夜執行拆除工程 針對使用率不高的新北市路橋拆除計畫 養工處在今年7月拆除了板橋小東門路橋 目前後續工程逐漸完工找回天際線 老板橋人對路橋回憶就留在腦海裡 緊接著附近的明泉路橋也將在9月11號進行拆除 明泉路橋已先行封閉準備拆除作業 並且拉起感謝布條 謝謝為板橋人貢獻38年歲月 而經工程升退 主要是路橋的使用率過低 對於推娃娃車或是拉菜籃車的婆媽們都不方便 拆了也是時代必然 拆掉它其實沒有很可惜啊 因為沒有人在走 因為我也很少走那個路橋 我也是走下面的 就這樣子 所以拆掉其實是比較符合現況 應該是如果有小朋友或是家長要帶小朋友過去的話 應該會比較方便吧 應該會比較方便 對我們來說是很平常啊 我看大部分我們附近的人都是走下面 存在38年的民權路橋在這波路橋拆除計畫當中 免不掉被拆除的命運 雖然有民眾與它相處這麼多年 即使覺得可以不用拆 也能夠接受養工處的全面規劃 應該要存起來啊 你拆掉跟沒有拆掉有什麼差別 是景觀不好呢還是怎麼樣 你不拆掉還是存在那邊吧 對不對 對你們來講其實是生活記憶的一部分 對對對對對 我今年81歲啦 民權路橋預計分成四個階段施工 施工日期分為9月11號到9月12號 以及9月18號到19號 同樣選在夜間施工 而且在拆除路橋過後 也會拉長過馬路的秒數 讓往來的行人可以安全過馬路 記者林立吳志恒板橋報導 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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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